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洋 我們來聊聊泰刀 這次的影片是正式版的指南 我們會討論關於交換技 這部分我會放上一些關於魔物的打法 還有武器的推薦清單跟未來的展望 最後是防具的推薦清單 之前我有做過一部影片是關於泰刀的基本操作 我們這部影片不會提到基本動作的部分 假如你對泰刀還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歡迎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如果你現在看影片應該右上角也有連結 而關於打法的部分 就是一些泰刀的進階打法這類的 歡迎看另外一部影片 一樣我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右上角連結你現在應該也看得到 那麼我這次的指南 其實目標是我希望說 像我啦 不要求我能夠打多快 我的目標是能夠打多順 至少打起來就是帥 十分鐘內能打完都好 例如說金獅子好了 假如我們被他一捶都被他捶到地上 然後打得綁手綁腳的 被打之後你要攻擊 下一波攻擊又要來了 整個就是處於被動的狀態 這樣就不叫順了 我們泰刀重點是要打得帥的 假如被金獅這樣甩來甩去的 這樣怎麼甩得起來 所以我目標啊 不要求像TA一樣 每場都打個四分鐘五分鐘之類的 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能夠打得帥 而且又實用 所謂實用就是每一場我們都可以破頭斷尾破翅膀 然後在十分鐘八分鐘之內的 喝水不要喝太多 那我就覺得這場就算是很順的啦 所以這指南就是像我這樣的一般玩家 能夠帥帥的打 享受一下狩獵的樂趣就夠了 好了 前面廢話太多了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我要先講技能 這台太高有個技能必須點拿 那就是納刀樹 例如這邊我們看一下影片裡面的速度 沒有納刀樹跟納刀山的差距非常明顯 面對某些怪物的時候呢 例如怨魂 假如你有納刀樹3 你會發現新世界 在輸出的部分 你也可以偶爾多達之下 容錯綠呢 也會增加 所以這邊喔 不管你的技能最後是怎麼樣 納刀樹是一定必須得要有的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去做一顆護石 最好是納刀 然後給你帶兩個二星洞之類的 再來呢 我們來講本篇的重點 交換技 首先先從前面兩個開始 也就是普通招式的交換技 首先第一個是拔刀踏不斬 換成拔刀二連斬 第二個是七刃大迴旋 換成七刃無雙斬 而這兩個招式呢 我認為是必換的 我們先從拔刀二連斬開始 原本一般的招式是這樣子的 然後他只會替換掉出刀的那一招 所以相對改動來說其實是比較少 雖然這邊的說明說 能夠接續的招式比較少 但其實你不能接的也只有一動斬而已 此外呢 他這招的招式的火力也比較高 而且拔刀二連呢 接著七刃斬是直接到七刃二 比起拔刀踏步斬省略掉七刃一 這可以讓你更快的打完你的七刃底操 幾乎沒有不換的理由 好處很多 你也可以選擇換或是不換 其實都沒問題 但側邊拔刀就是帥嘛 第二個就是七刃無雙斬 這招我認為是本作的太刀精華所在 原本的招式呢 是七刃三 然後一個大迴旋收紋 這次你就直接換成了一文字斬 然後一個無雙七刃斬 而且不單單是如此喔 在我們間接之後的大迴旋斬 也直接被替換掉成無雙次文 這個招式的精華 起始在於這個一文字斬 一文字斬 不輸入方向的時候 它會是原地的吧 但要是呢 你推蘑菇頭的移動方向 它會往那個地方向前移動一小段距離 這讓你非常容易的好追怪喔 再來比起七刃斬三 那三段斬 各位想一下 原本的七刃一二三的這個三 有多少次我們是因為七刃三的關係 被怪物打到的呢 因為這個動畫時間實在太長了 但是在換掉技能後 不但速度變快 你也可以在一文字斬之後 選擇不用無雙七刃斬 迅速那招來做出應對 最後的無雙七刃斬 傷害倍率分別是30跟60 這其實是個非常大的速度 這招呢 基本上就是絕對必換的招式 再來我們的香蟲交換技喔 首先避免有人不知道的 飛梯我會把它稱作兜割 然後可以換成櫻花七刃斬 我必須得說一開始的時候 我認為櫻花七刃斬真的是不好用 雖然說它很簡單 就只是一個香蟲劑出去 然後你就可以上成一級的七刃 但是當你滿七刃的時候 你沒有任何可以消耗七刃的招式 你說水月之行的話 那東西基本上能用 但比較少用 我們就暫不討論 至於櫻花七刃斬傷害的數字 看起來也沒有說比我們飛梯 然後兜割來的高 我們先看看櫻花七刃斬的傷害 首先它是一招出去兩段揮擊 每段揮擊擊擊中都會造成連續五次的傷害 那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兜割的傷害 跟櫻花七刃斬的傷害 你會發現數字的落差 因為畢竟一個是消耗七刃 第一個則是上成七刃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認為它是一個廢機 但是在我們後面遇到像金獅子 這種比較極端的、非常快速的招式 我就會發現它的好處 例如我帶兜割的時候 每場打金獅子都會超過十分鐘 因為兜割根本就割不到它 然後就會變成你打不到我啊 我打不到你啊這樣子 我跟金獅子在那邊快樂的追來追去 但是換成櫻花七刃斬之後就不一樣了 現在基本上金獅子打十分鐘裡面 但是很簡單也是 我們這邊看 基本上只要躲開金獅子的公主之後 我們就可以使用櫻花七刃斬這樣拋一下 面對頭部的時候 也是直接往它頭部拉過去 然後直接給它造成傷害 你會發現其實傷害也沒有說插到哪裡去 打完後也可以破手破頭不是問題 而且在紅刃的無雙七刃斬 傷害也不俗的情況下 比起兜割不會掉太多的傷害 下面我們列幾個例子 關於這個交換技的部分 除了剛剛的金獅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的迅龍 迅龍常常會有一些後跳的動作 所以導致你的兜割常常會落空 但是假設要是你帶上櫻花七刃斬 你就會發現迅龍變得非常的好打 基本上只要躲過它的尾夾啦 或者是一些飛撲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櫻花七刃斬 來對它做出反擊 不管是瞄準頭部或者是瞄準頭部都可以打到非常好的效果 另一個例子像是怨虎龍的動作也是很快 但是因為怨虎龍長得很大 而且怨虎龍很多的動作跟動作之間都會有足夠的空隙 所以我們就是使用兜割來直接割著它喵喵就好 至於像假龍這種平衝直撞斬 就不適合櫻花七刃斬 首先第一個你不好追 而且假龍的連招其實不壞 我們七刃等級也可以利用間切或是大聚合 很快就上到宏雷 此外呢 假龍動作之間的空隙很大 這給了兜割很多的使用機會 加上假龍也長得高 所以這邊呢 兜割好用太多了 還有像烘龍啊 我覺得是特別一點的 雖然說體型是趴在地上的 但其實兜割會有很多的機會 櫻花七刃斬其實也適用 只是會打的慢一點 重點還是在大聚合的判定 看有沒有成功但是傷害弱通這樣子 尷尬 雪鬼獸就沒有什麼好意外 大隻 順利慢 這種類別呢 就很適合兜割 事實上我很推薦任何你第二武器 是想練太刀的人 雪鬼獸是非常適合練大絕 還有兜割的對象 上面這幾個例子告訴我們 太刀的這兩個想從技壓量 招都可以拒絕不同的情況和魔物 而選擇不同的方法 我大劍朋友真的是一個故音的側 他說當他把劍比以太刀 就快變小劍了 只要你選對技能適合的情況 然後配上大G小G 上面這些都是七星怪 打進十分上八分我覺得都不是問題 我相信還是有很多高手 用兜割也是可以把自己打得哇哇叫 只是呢我們就是一個一般獵人嘛 就像我剛才有提到的 我們重點不在說能打得快 而是能打得順 並且可以破壞掉所有的部位就很滿足 所以對於這個櫻花七刃斬 雖然傷害沒有兜割好 但是總比你打空的兜割來的好用吧 我覺得這個結論就是 像是迅龍這種身高比較低一點的魔物 或者是像金獅子這種速度很快的魔物 我們應該就是帶上無雙七刃斬 來對付他們 接下來是我個人武器的推薦 我們從頭開始講好了 一開始下位的時候就做一個燒鳥太刀 然後下位就可以直接打到怨虎龍 推薦做個怨虎龍太刀 這個傷害是下位的時候最高的 然後可以一路打到上位的五星沒有問題 五星任務的時候就會遇到齒火龍 這個時候我們再把齒火龍的太刀打出來 這個毒屬性在打上位的時候 一開始會是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武器傷害不夠 我們可以利用毒來消他的血量 到六星任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迅龍刀做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差不多用迅龍刀到End Game了 只是我個人是使用齒火龍的飛龍刀來到七星的 大概在六星任務的時候 遇到火龍就可以把飛龍刀做到最後一段 至於各個屬性太刀部分 首先是火屬性 肯定是火龍的太刀 火龍跟齒火龍呢 因為之後應該還是會有陰火龍跟蒼火龍 然後後面還會有金銀火龍 所以這兩把刀它的後續是還不錯的 另外一把蠻蛾龍的太刀 其實在火屬性傷害上是比飛龍刀好 但是在後續的update 應該是不可能會比飛龍刀來得好 期望值來看 火龍的飛龍刀是好多了 只能說蠻蛾龍太刀是寄生與合生量 冰屬性的太刀其實就是動刃了 這個還沒有到最後一段 因為照理來說 這把武器應該到後面會有血液文字 目前冰屬性的武器其實作用數不大 這把刀可以先做之後等更新 目前要做不做都可以 雷屬性的太刀肯定就是雷蘭龍那一把 這帶來雷屬性算是強勢屬性 對蠻多魔物效果都還不錯的 例如迅龍炮虎 而且這把還自帶LED 拿上去的時候閃到一個不行 這把除了強長得又帥 沒什麼理頭不做的 水屬性的太刀肯定是尼翁龍 但是我比較推薦炮虎龍太刀 因為雖然說炮虎龍目前只到瑞爾武 但是後續看長對不對 這帶就和風遊戲的遊戲風格 以前Double Cores還有惡名的炮虎龍太刀 絕對不是我打不到那該死的尼翁龍寶玉 那至於龍屬性嘛 目前看起來就是風神龍那一把 他只有高藍斬櫃其實不是很好用 我是推薦說目前龍屬性暫時還不太需要 暫時我們也沒有太多古龍可以打 毒屬性就是尼翁龍太刀 算是過度裝備 這個就先做等後續櫻火龍的更新吧 爆破屬性就是怨虎龍這把 其實不差 但是怨虎龍這把刀的百龍屬性 要和怨虎龍裝備做搭配 在其他太刀很優秀的情況下 還用不太刀 一樣做起來等更新吧 最後五屬性應該就是迅龍這一把 目前應該大家都必做的啦 雖然說180的基礎傷害偏低 但是已經有白色的長位 而且還有40%的會心率 再搭配上我們的配裝 可以到百分百會心不是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就來講一下 配裝是怎麼樣的思路 防具的部分 下位簡單一點啦 就是尼翁龍做一下 然後盡量熟悉一下納刀樹3 所以裝飾品的部分 最好是找你出有納刀技能裝飾品 到了上位呢 就直接先做閃鳥裝了吧 因為差不多到了六星級任務的時候 下位裝你會卡住這個難度 因為下位裝備的防禦力實在太差了 我推薦閃鳥的原因是因為它有納刀樹 當然最懶人的裝備其實是瘋牙龍那套也是可以的 最後的配裝呢就長這樣 我們拿迅龍刀會有40%的會心 然後百龍強化攻擊力 搭配雷狼龍的頭盔跟身體 因為我們需要它的弱眼特效跟力解放 弱眼特效2你就有30%的會心 力解放3級呢則是有另外30% 這樣子你已經是打到弱點 再配上力解放的時候是100%的會心 金獅子的褲子跟鞋子呢 目的是為了它的超會心3 你的會心攻擊的傷害會變成1.3倍 手套的部分就是選擇火龍的 因為它自帶攻擊2還有一個兩星洞 迅龍刀本身也有一個兩星洞 所以你可以裝兩個攻擊珠 這樣就可以拿到一個攻擊LV4 你的傷害可以再乘上1.05倍 裝飾品因為我剛好出了一個納刀2 配上兩個兩星洞 所以我可以直接一個珠子出到納刀3 基本上這套裝其實也適用於所有的近戰武器 這套裝呢因為還有一些異星洞 所以假設像我們拿火龍刀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一些異星洞全部拿去裝火焰珠 這樣子我們在火屬性攻擊強化的部分也可以到滿級 只是說攻擊就只到3啦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其實不只火屬性 其實雷屬性、冰屬性都是可以這樣子裝的 這件裝基本上就是Endgame的裝備了吧 這邊補充一下 迅龍太刀做出來之後 是不是其他屬性太刀就沒有用了呢 我只能說目前不是這樣 依照經驗來看 沒上到G級之前的迅龍刀 通常會比屬性武器弱一點 這其實是可以通過攻勢來算出來的 我自己打呢 針對魔物弱點屬性下去打 通常也會比迅龍刀快那麼一點點吧 下一次我會再分享關於弓箭的打法跟配裝 這邊讓我廣告一下 魔物獵人料理系列 大家記得去看一下喔 下期我們就來挑戰我們這代 常常在吃的糰子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阿洋 大家下次見 掰掰